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别是澳元在昨天央行出台消息之后 则大幅上涨了近60个点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 截止昨天收盘 澳洲股市最终是最终大盘上涨了0.26% 收盘是收在了5761点 那么上证指数也同样 在昨天是出现了一个二连涨 但是幅度依然是非常小 上海和深圳都只有上涨了只有0.2%至0.3%左右 我们再来看一下欧洲方面 欧洲股市昨天变化呢 则轻微下跌 也幅度呢 都在0.1%至0.2%左右 美国股市在经历了十几天的连续上涨之后 昨天呢 也出现一个连续的下跌 那么昨天的跌幅 道琼斯 纳斯达克和标普呢 普遍跌幅在0.3%左右 目前道琼斯指数 暂时是跌破了21000点 重新回到了20900点附近 那么在其他方面呢 黄金价格 由于美元上涨 特别是在美国下周有可能加息的压力之下 连续的几天出现了下跌 目前黄金价格再次跌到了1220以下 而石油价格呢 目前暂时保持的不动 那在今天的热门话题里 我们着重跟大家首先来分析一下的是呢 澳洲央行昨天最新的货币利率声明 以及呢 目前跌跌跌不止的黄金价格 我们知道昨天澳洲央行是出台了最新三月份的货币记号声明 那么在这次会议上呢 澳洲央行目前依然是维持了目前历史最低利率 并没有降低或者是升高 我们还是来看一下他们是说了一些什么 那我之前说过呢 其实澳洲央行也好 美国央行也好 他们每个月的货币记号声明啊 都使用的是固定的格式 一般来说呢 就是先说一下国际情况 再说一下国内情况 国内就是指的是澳洲 或者指美国本地 接着呢 在国内的时候会说到呢 经济 就业 以及呢 物价和房价 最后呢 再会提到现在货币的走势 所以这个总体来说呢 这个思路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在跟大家分析的时候 也可以按照这个套路来进行 那么澳洲央行在昨天的声明里面说到国际情况 总体来说还是比较正面 说到呢 美国经济在恢复 欧洲和日本在恢复 也是在升高 中国方面呢 由于基础设施投入的增大 以及目前房价的比较高 因此GDP暂时还是保持着增速 但同时他也说到呢 由于目前中国连续性的增加贷款比较多 因此从长期来看 这个债务的危机还是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那么在国内方面呢 又同时说到呢 现在澳洲经济呢 由于铁光石价格以及其他资源价格的连续上涨 目前 矿业是得到了很好的恢复 从去年年底到现在呢 很多我们知道这个矿产股的股票的价格 已经上涨了一倍 甚至于几倍 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如果铁光石价格能够继续维持在目前的高位 那么澳洲经济呢 将在今年继续得到恢复 同时说到呢 现在的物价上涨呢 基本也是满足了他们的预期 预计呢 澳洲在2017年年底的时候会恢复到之前设定的2%的目标 那在其他方面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同时说到呢 他也说到这个澳元呢 我们知道澳洲央行给出澳元的这个正常范围 对美元的比例是在0.70到0.75之间 因此呢 在过去的一两个月里面 澳元长期是保持在了0.75以上 这也使得呢 现在澳洲央行再次说到 澳元的高企对于澳洲经济没有好处 但是看似呢 它并不是非常急 为啥呢 就是因为呢 下周三美联储的会议上 很有可能将会第一次在2017年加息 那么我们知道美元的连续加息毫无疑问 对于非美货币来说就是一次下压的压力 所以美元入估加息三次 或者是四次 那么对于澳元来说 毫无疑问将会连续有三次到四次的贬值压力 那么除了这个昨天说到的澳洲联储以外的是呢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黄金 我们之前说到的黄金价格呢 在去年从去年二月份到应该说到今年的二月份为止 整整一年呢 基本上都处于一个上涨趋势 虽然在美国大选时候呢 特别是特朗普当选之后 出现了一波下跌 但是在随后的两三个月之中 是逐渐的在恢复 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 黄金价格在过去的一周时间里面却出现了连续的下跌 这到底是为什么 我们知道黄金啊 决定它上涨或下跌的因素是有两大因素 第一个就是市场的风向 也就是说风险越高 黄金涨得越多 风险越小 风平浪静的时候呢 黄金则下跌的越快 第二点呢 就是和美元有关 因为黄金是以美元定价 因此每一次美元的降息或者是升息 都会对黄金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那么从短期目前的趋势来看呢 在未来的七到十天之内 市场并没有会发生太大的事件 像这个欧洲的大选 英国 德国 法国的大选呢 都是发生在美国的联储会议之后 因此在美联储会议之前 市场暂时目前不会有太大的意外事件 那么从风险因素上考虑呢 推动黄金上涨的因素就比较渺小了 那么在另一方面 美元我们知道在下周 如果一旦是升息了之后 美元会升值 而美元升值 势必会使得以美元定价的黄金 遭遇下跌 所以从现在短期来看 黄金价格呢 正是在这个不断上升的加息预期之下 是越来越低 目前黄金价格从技术上来看 自从它跌破了1240之后 就是步步下跌 在目前的价格呢 虽然在1214附近 找到了短暂的支撑 但是一旦这个价格跌破 黄金势必还会继续往下 所以投资者在目前短期来看 特别是在美联储在加息之前 千万不要去抄底黄金 我们应该做的呢 就是在等待美联储的这个加息决议之后 看待市场的方向再做决定 这样呢 对于大部分的初学者来说 风险可以规避到最小 那么今天投资者需要注意的事情呢 是在澳洲白天时间 中国出台贸易数据 出台贸易数据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在到了澳洲时间晚上11点30分呢 英国会出台他们的预算报告 再往后看 到12点15分 是美国的小飞龙数据 以及呢 到了凌晨2点半的时候呢 是出台石油的储量数据 那我们知道呢 现在虽然基本上大局已定 很有可能在下周加息 但是呢 这一次的小飞龙数据 以及包括周五晚上的大飞龙数据 将会是决定澳联 那这个美国联储是否最终决定 三月份加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绝大部分可能 只要这个数字不是离奇的差 那么美联储在下周加息 将会很有可能 最后我们来看一个产品 这是什么产品呢 就是美国道琼斯指数的走势 从图上我们可以看到 从下边是二月份 从二月三号 就是中国的年春节大约是初四的左右 美国道琼斯指数呢 正式开始了一波 最近的一波上涨 在这次上涨中 从二月三号一直到昨天 一直到昨天 它始终是保持在了两小时的通道线以上 也就是说 基本上它都是处于一个上涨 但是 我们要说的是 但是呢 从昨天晚上开始 虽然到过 曾经到过两万一千多点 从昨天晚上开始 美国的道琼斯指数 就是我们说的华尔街指数 是在过去的一个月里面 正式的第一次出现了一个下跌信号 虽然在这个时间段上还是比较小的 不论是一小时也好 或者是两小时也好 但是 在一个月之内 第一次出现一个下跌信号 也是我们值得注意的事情 所以说 投资者呢 对于指数产品关注的朋友们 可以现在重点关注美国的道琼斯指数 因为下周山如果再一次加息的话 很有可能将继续压低美国道琼斯指数的走势 那这样一来的话呢 一旦跌破下面的支撑线 大约是两万零七百八十点附近 那美国的道琼斯指数很有可能将会出现上百点 甚至于三五百点的回调 我们不能叫它下跌 可能呢 应该叫它回调比较合适 那感谢您收看今天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明天再见